红金堡的徒弟区别为何如此之大 邹兆龙和钱小豪二人都曾经在红金堡的班子里面待过一段时间 两个人名下也有着不少的经典作品 可是从二人现在的发展来看 钱小豪已经成为了不少老戏骨的接班人 而邹兆龙却毫无存在感 也渐渐从香港娱乐圈里彻底消失 很多人都有些好奇 按理来说 钱小豪曾经因为偷拍女性群体被警方拘留 无论是名声还是地位 都应该要比邹兆龙差上许多才对 那么他为何能够在外面有着如此巨大的成就 而邹兆龙却落到了这般下场呢 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 首先钱小豪在路子上要比邹兆龙宽得多 在进入娱乐圈以后 邹兆龙曾经几次因为遇到挫折想要退圈 最后还是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饰演了一个配角才大火大热 在这之后反派人物就已经成为了邹兆龙身上的代名词 从他拍摄的那些电影类型中 也能够看得出来 大多都非常呆腻 在任何的电视剧里 他都是一个真正的配角 想要拿到一些主演的剧本基本不可能 而钱小豪却不一样 他的戏路非常快 他可以和林正英在一起搭档拍摄将士片 也可以在其他的电影里面饰演反派人物 即使是在自己闹出负面事件 被娱乐圈血藏了数个月以后 他都能够凭借着自己的坚持重新在娱乐圈中崛起 这恰好是邹兆龙身上缺乏的勇气和精神 所以现在的邹兆龙在圈内基本已经毫无存在点 而钱小豪却在圈内混得越来越好 第二邹兆龙身上能够让人记忆深刻的点并不是很多 除了他那一身好功夫以外 人们还能够想起他所饰演的哪一些经典角色呢 而钱小豪的经典作品可以算得上是数不胜数 不仅如此 近些年来他还选择转型成为了导演 在各个类型的电影里面都有过出演 而且作为制片和导演的他 给观众带来的印象也要更多一点 相比起邹兆龙那种比较佛系的性格来说 像钱小豪这样敢于在娱乐圈中进取 并且不停和各方面保持联系的演员更占便宜些 第三邹兆龙接剧本的眼光没有钱小豪那么好 所以钱小豪基本上是拍一部就回一部 在香港民众的心目中也是一个很有地位的演员 而邹兆龙却不一样 他每一次接剧本的时候总是顾虑太多 1993年王金为自己的电影九品芝麻官学 当时的他看上了洪金宝的徒弟 也就是邹兆龙 可邹兆龙看过剧本以后却直接选择了拒绝 因为他觉得这个角色实在是有些太坏了 如果不是洪金宝让他去演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出名的机会 相反钱小豪就愿意在多个领域里面挑战 他所饰演的角色类型也非常不同 这样的反差感反而让他被观众记得非常好 代表作品也是越来越多 到了后来邹兆龙被人称为 怎么也捧不红的香港五星 而钱小豪却凭借着自己看剧本的眼光彻底大火大热 各位网友你们认为 邹兆龙为何混得没有钱小豪好呢